我是陳怡婷 我是江怡欣 我是Shelly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欢迎收看网路版《现代启示录》 我是怡婷 我是江怡欣 Angela 祝大家新的一年财运滚滚来 虎年行大运虎虎生风好了 好 可以可以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跟仇女有关 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很多 关于美女 寝国清晨的那些宠妃或很美的那些女人 或者是荒淫女 但是还没有讲过丑女 但是讲到丑女你会想到谁 大家第一个应该想到的就是钟无厌吧 郑秀文的形象已经升值在我们的人心中了 还有梅艳芳他们两个主演的 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句成语 叫做貌似无言 那貌似无言呢 指的其实就是讲女生的长相非常的丑陋 那这句成语呢 据说也是出自于这个钟离春 钟离春它就是钟无厌 那为什么它叫无言呢 因为它在战国时期出生的时候 就是出生在齐国的无言义那边 对 所以那时候大家才会用无言来形容 一个女生不好看 你看不好看成一个代名词 对 就怕哭一下 对 被她难过一下 但是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才女 因为她不只是拜硅谷子为师 还拜了离山老母当她手下的徒弟 离山老母 就是一些精通法术是不是 没有错 就是精通一些术法 当时也算是一个神人般的存在 所以你要知道钟无厌它不只是外貌不好看而已 但是其实它非常的文武全才 还精通了兵法 是才女啦 是 那后来呢钟无厌其实有到宫里 想要见齐宣王 但我们都知道皇帝就是好色嘛 他一定喜欢美女啊 那钟无厌长得这么的不好看 其貌不扬 当然皇帝对他没有兴趣 所以那时候呢 他就从这个 从离山老母身边学到的 一个隐身术 然后当然这个齐宣王就被他吓到 突然在他面前消失不见 就开始对这个女生感兴趣了 不过我觉得钟离春最厉害的 不是吸引齐宣王的注意 而是如何让齐宣王对他服服贴贴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本领 这位绝世无双的女子一转过身来 齐宣王就被吓晕 人们常用貌似无言 来形容外貌丑陋的女子 无言这两个字 指的就是战国时期 出生在齐国无言义 有名的丑女钟离春 历史上有名的齐宣王的老婆 丑后钟无言叫钟离春 她的外形讲实话 没有几根头发 然后她的脖子是厚的 那按照这样来说 不可能应该会被 齐宣王选入后宫 当作皇后之选 甚至连宫女可能都不可能 但是这个平民出生的 丑陋的女子呢 因为靠着自己的才华 最后竟然当上了 齐国的君主的王后 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在后来西汉流相的时代 就写了这个《烈里传》 也把她的故事给写进来 自古红颜多薄命 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 多半下场凄凉 但如果是四大丑女 会不会命运大不同呢 尽管这四个人 都不具备美丽的外表 但堪称是贤德的代表 为世人所称道 中国有所谓的四大美女之说 那有没有四大丑女呢 有的分别是 皇帝之妻蒙姆 齐宣王之妻钟离春 梁鹏之妻梦光 徐允之妻阮氏 都以德美才家著称 虽然她们的外表 都被刻意强调丑的一面 但其实都是贤内著的代表 在国时期 齐宣王的王后钟离春 就是所谓的四大丑女之一 史书形容所有丑陋的外貌 都集中在她身上 年过四十还未出嫁 不过她虽然貌不惊人 却熟读兵书 从小以国家新王为己任 因为无言女 如果我们拿这个流相的话 在《烈女传》所提的话 根本她就是一个 谁都不想见的女生 因为这叫做极丑无双 就是她是非常丑的一个女生 天下之间找不到第二个 极丑无双 而且她的长相非常地奇特 根据史料记载 钟离春脑袋扁眼窝深 四肢壮 指骨大 鼻孔上翻 喉肿如结 而且脖子短肉肥 头发稀少 皮肤又非常的漆黑 因此被形容为是丑女的代表 钟离春是战国时代的齐国人 父姓钟离单名一个村 出生在无言义 也就是现在的山东 有人称她为钟无言 也因为外表长得丑 渐渐有了钟无言的别名 丑到出名 所以后来大家就叫她叫钟无言 因为无言跟无言 那谐音上面有点类似 叫钟无言 钟无言 钟离春她家做的地方 就是靠近了赵国 那赵国跟齐国 一言道和打仗 也因为边疆问题 边信问题 所以无言义就成为了 互相争夺的地方 钟离春身处乱世 虽然是一介女子 却兼具文韬武略 据说就是因为她曾经 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 后来又拜离山老母为师 习得神仙法术 在战国时后鬼谷子 现在应该是一个 很有名的战略家 那也是个老师 那她的学生有很多 有淑琴 张仪 甚至还有庞娟跟孙碧 那大家就呼了一个人 就是钟无言 钟离春向鬼谷子习兵法 拜离山老母学法术的说法 其实是来自民间的传说 不过西汉的流相 在《猎女传》里记载 钟离春确实是会隐身术 所以后世的小说 才会穿着附会 将钟离春视为是 著名的女神仙 离山老母的徒弟 我奉玉帝之命再次等你 汉海麒麟被贬于死 也是为了等你 要保大齐 没有坐齐可不行 还有兵器和铠甲 我也为你准备好了 而且还说钟离春 从离山老母那里 得到了一柄桑沟 做了武器 运起来虎虎生风 杀的敌军片甲不留 据说离山老母特地为钟离春 用铁杵打造了一柄桑沟 当作武器 虽然重打百斤 但钟离春却能举重若轻 还曾经用这把桑沟 把来袭的赵国士兵 杀得四散奔逃 因为他们家住在那个吴言里 那吴言里不仅是聘商员 可能有商术之力 所以当时的赵国也想要这个地方 有一次在采商的时候 就遇到赵军的骚扰 用桑沟打败了赵军 作物业并没有因此来开心 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 应该到有赵国的骚扰 根本就是我们国家 就齐国没有办法去阻止赵国的骚扰 当时的赵国已经占领 齐国的眷役超过半年 但齐宣王却整日沉迷于酒色当中 根本不理国阵 直到赵国的魔爪声道无言意 钟离春终于忍无可忍 跟父母亲说要亲自到王宫觐见 所以他就到了那个齐国的王都 亲自去见当时的齐宣王 要跟大家说明这个事情 在过去你要是贵族 你才有可能被接见的 可是现在你虽然是平民 你有本事 你还跟这个君主讲说 我有这个本事 我可以帮助你 他一样可以出人头地 所以不一可以为心想 是战国时代的一种大的克制 战国时期 各国的君主都想称王 为此需要大量的人才金钱 也因为这种特殊的开放风气 让钟离春有机会直接面见齐宣王 我们知道现在成语有一句话叫 自戒整袭 自戒整袭这句话的出处就是钟离春 因为他就是自我推荐 要去当齐宣王的王后 后来还成功了 齐宣王好色 那这种情况不可能接到齐宣王 但是他的理由是 齐宣王当时用了一个说要选王后 那看看有没有人家应征 就钟禺竟然来到皇宫说要应征皇后 大家都知道齐宣王是出了名的好色 碰上这位以貌丑闻名的钟离春 别说当王后了 他应该是连见都不想见 也许是基于看好戏的心态 王宫的守卫还是向齐宣王通报 周禺到了这个齐宣王王度的时候 准备要应征皇后 旁边的人觉得很好笑 你长这样怎么应征皇后 又没几根头发长成这样 那齐宣王听到有人告诉她说 有一个奇手无比的女人 头上没几根头发 要来应征皇后的时候 齐宣王更觉得惊奇 那奇怪 她怎么有这样胆量 跟她的自信要来应征 就好不好就接见她 一开口就说要当王后 殿女传中记载 左右闻之默不掩口大笑 齐宣王看到钟离春的长相 更是简直吓傻了 但心念一转要礼贤下事 表面上还是得装装样 我们看齐宣王其实也是个聪明人 就跟他讲 你长这样你怎么敢来 头发没有几根 钟物业反而讽刺她 君子头上无从法 什么意思 君子长什么样子不重要 重要是我来劝你 或是我来跟你讲的事 才真的事情 钟物业就因为这样子 就跟齐宣王有一段劝见跟辩论 那齐宣王问她说 你有什么看法 就没想到钟物业不见了 原来钟离春使出了隐身术 这个举动引起了 齐宣王的好奇心 同意听听看 他到底想说些什么 旁边有一个谋事叫淳于坤 就跟绝宣王说 这个是隐语 那我来跟他问问看 到底为什么他不见 就问他 这个钟物业就说 我只是测试齐宣王的诚意 看他到底有没有诚意 要见我或怎么样 这么样的一个女生 如果你要到君主面前来困难 所以他就用这种隐身的方式 其实就是魔术戏法这种方式 去吸引到的这个齐宣王的目光 因为齐宣王这个人 就是对什么东西都很好奇 齐宣王不只好色爱玩 还特别喜欢新奇的事物 他下令明日再次召见钟离春 看看他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把戏 但到了隔天 齐宣王想再看 钟离春却不表演了 结果没想到钟离春呢 反而不跟他讲这些 他就跟他讲 你有四种危险的情况 非常非常的危险 你什么意思 你说清楚点 大王 如今我大欺有四大邪 其一 外有强敌 内聚奸臣 大王四十 仍不离太子 不关注百姓 只爱好美人 其二 大王主见来 黄金白玉 穷奢吉玉 百姓早已疲惫 其三 贤能之人隐居山林 恶与小人抢伴左右 其四 外不休诸侯之礼 内不禀国家之志 逸越派忧 东衡大孝 尝此一往 国将不国 大王明鉴 后世小诸家则进一步解释 钟离春举目 其实是为了替齐王观察围棘的局势 张孔是惩罚齐王不听劝剑的双耳 挥手是替齐王赶走阿谀之徒 拍腿则是要拆除齐王游乐的宫殿 这位齐宣王虽然好色爱玩 但也不是听不进劝剑 他听了钟离春这般话大梦初醒 而且齐宣王为了表示自己痛改前非 还答应让钟离春做王后 好随时提醒自己不再交涉淫逸 齐宣王听了他的这个劝剑以后呢 就觉得虽然他是丑女生 可是他说的东西是有道理的 他就想要做一些改变 所以他就把这些坏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统统给远离了 钟吴言就告诉他说 从此以后 齐宣王果真远离了阿谀奉承的小人 但齐国还有城池被赵国强占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 这时候钟离春跳出来说 愿意领兵挂帅 另外齐宣王派大臣淳于坤为监军 一同收复师徒 本来预备要收复眷役的大将出缺 所以钟离春才会自动请应担任主帅 而大臣淳于坤呢 也主动说要担任监军 协助钟离春 所以齐宣王才会任命钟离春作为将军 钟离春带领军队去打赵国的时候 赵军其实至少数量上赢了钟离春 他根本瞧不起钟离春 你来干嘛 你只是一个女人嘛 赵国的守将白源 收到钟离春领兵前来的消息 非常不以为然 认为这个女子一定是凭着口舌之力 获得兵权 并非有真才实学 但这个姓白的将领都在想 你长得那么丑 那么难看 然后你的部队看起来 是有一点规矩 可是不应该很强 甚至讲说 你能够在棋盘上赢得了我 我就放了你 钟离春接报后 立刻在阵前 筑起了高台摆下了棋盘 然后发出琴帖给这个将军 于是这个将军就骑虎难下 只好前去应战 白源只是随口说说 谁知道钟离春还当真了 尤其他看到区区一名女子 没有带兵器 也没有带士兵 单独前来 他当然不能示弱 钟离春要求的地方在两军对峰的中间 租了高台 上面放个棋盘 然后希望两个人对台 结果没想到白源一看 钟离春什么都没带 白源说 好 那这样我带两个卫士就好了 就上去 下棋下一半的时候 钟离春其实棋义不是很高明 快要输的时候 钟离春用法术 竟然移动了这个棋子 赢了 结果白源一看这怎么得了 就跟钟离春棋了真实 反年以后呢 他反而被吴远宇当场给打死 因为他的棋盘其实是很像武器 那就是在民间的一种传说 趣味把他的地位也给提高 意思就是说 虽然他长得丑 可是呢 他允文允武是一个有才华的女子 原来钟离春从一开始 就没想过要在棋盘上引过白源 只是想利用机会卸下他的防备 白源一死 钟离春随即指挥齐军进攻 赵军主将已死完全无力抵抗 然后呢 在趁着群龙无首的时候 发动骑袭 收复失地 其实呢 这就有点像是 下不赢人家骑呢 就翻桌打人 也凸显了钟离春 独自多谋的形象 钟离春班师回朝后 齐宣王认为 他文能匡君武能安邦 于是郑重其事将他引入宫中 立委往后 民间也因此流传 无颜娘娘生的丑 抱着齐王坐江山的艳人 最后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封这个钟离春当他的王后 根据刘相的记载 钟离春向齐王自我推荐后 透过引申劝谏的方式 让齐王非常佩服他的德性 所以才会拜无颜君为后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